青椒慈济宫 位于福建厦门海仓镇青椒村 为了与白椒慈济宫区别 这里也被叫做东宫 1996年 青白椒两处慈济宫都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青椒慈济宫供的是宝生大帝吴涛 宋仁宗景佑三年 也就是公元1036年 吴涛深入闽南瘟疫流行地区解救万民 采药石不慎坠崖崖去世 民间传说他从此飞升得道 之后 当地百姓在他的故乡白椒村建庙祭祀 到了南宋绍兴二十一年 宋孝宗赐庙号慈济 这就是慈济宫的来历 明成祖封吴涛为万寿无极 宝生大帝 民间又俗称大道宫 青椒慈济宫始建年代无考 但至少在明代就有了 现代的建筑是清代初年建立的 据说是因为后来到这里 进乡的人数太多了 引起了一些纷争 于是就在吴涛炼丹处 另建了这座青椒慈济宫 由此形成了东西两庙的格局 两座慈济宫虽然只相隔几百米 但在历史上 分属泉州同安县和张州城海县管辖 据说当年两地百姓会分别去各自辖区的庙里进乡 泉州的去白礁 张州的去青礁 青椒慈济宫是重沿歇山三进院落 左西朝东 面积一千三百平方米 中轴线自东向西逐渐升高 前殿由重楼 阎廊 门厅和中国楼组成 中殿为正殿 里面供奉无真人神像 大殿前建有拜庭 后殿供奉佛道诸神 青椒慈济宫还保存有康熙三十六年 嘉庆十九年 咸丰四年和光绪二十二年四方碑记 记录着庙宫的变迁历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